冲上岸的遗体像鱼却像人有牙齿 头上还有诡异触须 让美国奥勒岗海滩发现的民众吓坏了 不是辐射变种也不是外星生物 它名为橡膜湾边冠安康 又称太平洋足球鱼 简称灯笼鱼 全世界共一百多种 生活在一千多公尺下深海 科学家还没见过活体 它过去在日本 纽西兰 俄罗斯 夏威夷和智利 海漏真深 也让特别的水下秩序曝光 鲁鱼比公鱼大上十倍 要保护公鱼还要猎食 公鱼只要提供金子负责繁衍下一代 被打去笑称是鱼界滥软寄生虫 只是为何突然冲上岸还死亡 科学家仍然无法解释 但也说非常不寻常 对生态带来的改变 忧心忡忡 杉新闻 严信报道